当我们在温暖的灯火映照下,举家盛宴欢度中国奴隶新年的此刻,只有无数底层的人们还在疫情下体积豪瀚的挣扎,还有战火纷飞下的血腥与哭泣,而预言家拿督正德健说,所有这些在2023年充满变数。 还有除此之外的消息需要告诉人们,霍金、龙婆在他们生前预言了2023年人类的覆灭,但未来人XR21却告诉我们,地球原本会在2023年发生一场灾难导致人类在2023年灭亡,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,人类居然躲过了灾难,还发展出了新秩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来西亚玄学预言家拿督正伯剑于2023年1月9号举办的2023年世界预测大会中说,东方国度的疫情会日趋严重,因为天象中并复兴正处在第二宫位,那正是日本、中国、朝鲜、韩国所对应的区域,尤其是中国。 温游会在今年的2月份和3月份达到高峰期,而结束的时间要延续到2023年的下半年。 三年后的今天世界,正走在瘟疫趋滑,活力日益恢复的路上。 但是呢,那个经历了三年极端清零,号称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,经受了一场艰苦卓举的历史大考,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雄壮举的中共。 那个宣称,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,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,显示了中国的强大修复能力和旺盛生机活力的中共。 在付出了举国之力,采用了能控制社会的一切手段之后,却突然破功撑不住了,无可奈何地宣布彻底放弃清零,全面放开管控。 中共的人定胜天的狂妄,白白浪费了三年的时光。 三年来,百叶凋毙,经济逐渐走向崩溃,无数企业倒闭,无数人失业,无数人衣食无着,整个社会力气上升,很多人生活在绝望中,存在着心理问题。 最近,发生在广州宝马南街头蓄意伤人的事件,真是冰山一角的写照。 那个广州十字路口,开着黑色宝马修理车,先是撞向过往大批行人,在转弯调整方向后,再撞向另一群人,此后又开车反复碾压已经被撞倒的人的男子。 那个一度向人群撒钱试图逃走,后被警方拘捕,被抓时还微笑的肇事男子,那时那刻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? 2022年的12月上旬,中共放弃清零之后,疫情是在中国再度爆发,且是海啸时的大爆发。 短短的20多天的感染率就超过了全球所有国家的三年的感染率,也超出了所有医疗专家的现有的认知和想象。 那有为人注目的就是,死者中有大量的中共高官和多年来追随中共为其效命的专家名人,包括减党魁江泽民,数量之多不但远远超过了2022年的那次疫情,而且也是中共建战70年来绝无仅有的。 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10个月之久,战争不仅仅给乌克兰人民造成血性伤亡,家园被毁,流离失所,也给俄罗斯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。 不得不承受西方制裁之苦,数十万的俄罗斯青年被胁迫上了战场,充当了炮灰,母亲失去了儿子,妻子失去了丈夫,孩子失去了父亲,并且影响整个世界,加剧饥荒,经济衰落。 就在我们即将完港的时刻,俄国再次振钱换将,参谋总长亲任作战指挥官,试图升高冲突成为国家级存战争的级别。 拿多郑伯剑语言说,2023年那是一个风火连天的年份,俄乌战拉锯,上半年看不到尽头,而结局怎样,虽为天命也在人为。 如果双方的领导者都有强烈意愿,能和平谈判,那事情就有望解决,但需要在8月之前谈判才有望,不然将越险越深,从而造成更长的拉锯战,影响更加深远,甚至是核战三战。 拿多郑伯剑还预言道,朝韩日三国日趋敌对,北朝鲜更大规模的导弹发射挑衅,韩国日本激烈回应,可能会激发敌对白热化,并把美国欧盟拉进这个乱局。 郑伯剑提道,中国除了和美国西方等国有冷战,也和印度有冷战,因为与巴基斯坦有关的科技和经济方面的问题,中印之间将再继武力冲突。 此外,拿多郑伯剑还预言,2023年,中东极端恐怖主义组织再调战乱,战乱之火应急阿富汗、利比亚、伊拉克、伊朗等国家。 那也就在我撰写本视频的文稿的此刻,亚洲又传来了三个坏消息。 一个就是,缅甸战机向印度投掣了五枚导弹,造成七人伤亡,避免战争或将爆发。 二十韩国总统刚刚宣布,将可能部署核武器,建立大规模打击报复作战计划,以应对北朝鲜日益嚣张的核武力协。 再就是,中共突然宣布在台海周边进行实战化演练,国军9日公布征获了57架共鸡,其中有28架死逾越了台海中性,侵扰了西南防空识别区。 国军的空军退降分析,说中共想借着常态性扰台行动,麻痹台湾人的新防。 一旦哪天决定动武,届时再游眼转战,让台湾出不及防。 台海危机啊,美智库连续三年列全球最高风险。 那不仅如此,拿督正文件对2023年的其他的方面也做了全面的预测。 拿督说,人类即将进入救火运,火的特性变动不拘,不稳定状态的能量很强,世界会有大改变,重头戏和前所未见的动荡。 人类的文明进程将预见前所未见的实践。 救火运就是火的能量很大,因而伴随温室效应,带来极端的天气。 它预测,今年有很多国家会超过40摄氏度。 热浪高温侵袭,亚洲区域首当其冲,近日是欧洲,美洲,澳洲。 时间就在2023年的5月、6月和10月,2027年之前会打破56.7摄氏度。 火能量带来大干旱,泥土干裂,河流坑枯,植物大面积枯萎,再加上洪水战争,经济衰退,让全球面临粮食短缺。 尤其是在非洲、亚洲啊,造成饥荒,入朝鲜、缅甸,甚至是中国大陆。 从2023年的5月开始,野魂蔓延潮底起,波及四大洲十多个国家,地震海啸同样会一个接一个发生。 除了日本、印度、尼西亚之外,还有十多个国家也会发生。 2023年冰川融化,水患大增,8月份开始到年底,水患波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,亚洲为最,其次是欧洲。 如中国的江苏、武汉、南京、重庆、上海等地暴风雨撑灾。 那在新的一年里,以美国为主的民主国家联盟和以中国为主的强权联盟都在加强。 在这一年里,由于经济衰败、民怨失威等因素,普京将日暮穷途,黯然下台。 而美国总统拜登也会出现评估,提早离开政治舞台。 2023年九火云开始的年份,大家还会看到传奇陨落、领导遇难。 政府垮台。 联盟解体的诸多变故,也会看到有更多的女性掌权,世界级的女性崛起。 而世界在新冠瘟疫之外,会有新的病毒,动物瘟疫产生。 因冰川融化而释放的上千年一年的病毒将卷土重来,导致更强的疾病。 东方和西北方的国家要注意,尤其是发展中国家。 经济海啸来临,虚拟货币正面临大调整。 2019年的疫情使很多的公司倒闭,2024年初有一点好转,2025年会有再一次的变化。 人心变质,自杀能量高升,也会有伤害别人的能量。 至于3月份的革命潮,14个国家连环大爆炸,卫星爆炸,科技风暴,人口锐减。 人类大淘汰的预言都预照着2023年的不平凡。 拿督正伯剑还提到了大雄之月,时间就在2023年的8月8号到10月7号这两个月之内。 不仅是拿督正伯剑这样的预言家,而且科学家,未来人也对这一年做出了警告。 网络上曾经出现一位自称来自未来的神秘人,他叫XR21。 未来人声称,2023年地球将出现巨大的变化,这个变化将影响地球上的所有生命。 已故的盲人原家巴巴半家龙婆曾经对2023年做出过5个预言。 第一个就是地球轨道发生改变,人们对宇宙的认知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第二个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太阳风暴来袭。 第三个是生化武器将杀死数十万人。 第四个有可能发生核电站爆炸事件。 最后一个就是2023年将不再有人类出生,以后的人类将出生于实验室。 龙婆的这几个预言是一条比一条劲爆。 霍金也曾经预言,2023是人类的一个转折点。 从2023年开始,人类将逐渐进入冰川时代,这个过程寒冷而漫长,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将彻底恶化,所有国家都不复存在。 但是,未来人却说,2023年人类本该毁灭,却并未真的毁灭。 他说,地球原本会在2023年发生一场灾难,导致人类在2023年灭亡。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人类居然躲过了灾难,还发展出了新秩序。 而未来人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查清这一段历史,并让宇宙回到正轨。 他的几句话马上就引来无数网友的围观。 未来人表示自己不是地球人,是来自未来的一个外星种族,来到这里也是带着修复宇宙的任务。 那么,带着无数的疑问,人们开始不断地向他询问一系列的问题。 未来人也没有不耐烦,回答了很多的问题。 在他的讲述下,一个难以想象的宇宙被缓缓揭开。 他称,地球十分渺小,只是庞大宇宙中的一个小系统,就像沙漠中的一粒沙子。 一粒沙子自然无法影响到宇宙的生态,但如果数量庞大,整个宇宙的生态就要崩溃。 所以未来人更像是一个维修工,来往文明各地修复问题。 未来人还提出一个总旋宇宙的概念。 总旋宇宙就是一切时间空间的集合,可以将总旋宇宙比喻成一本书,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文明,而不断翻阅就是宇宙的发展过程。 对于总旋宇宙来说,向前翻阅的是发展的必然,向后翻阅则是不可违背的规律。 但是现在的总旋宇宙已经来到了最后一页,因此定律被打破,可以返回此前的文明去改变其中的一些事件。 未来人还向人们说了宇宙的起源,他说,宇宙的创始者掌控一切,使用更高维度的手段将自己隐藏起来,所以地球无法发现它们。 就像是蚂蚁明明在大象的脚下,却无法发现大象的存在一样。 那就在我们结束本期的节目文稿的时刻,刚刚有看到大纪元发表的最新资讯。 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说,三年多来,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,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,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,中国会死5亿人。 李大师多年前就警示,瘟疫将在中国造成灾难,并开始解救之道,他在诗文中提到,远离中共邪党,快快找真相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